这座疗养院,是男人的加油站,女人的美容院,甚至80岁老头都能重振雄风,让60岁妻子老来得子,这简直是天堂般的存在,这对新婚夫妻便慕名而来,两人加起来大概一百来岁,丈夫是为多才多艺的富豪,最近身体不好,突发中风,所以特意过来休养,二人搬进了这朴实无华的大别墅,房子配置齐全,应有尽有,还配有一位24小时待命的黑人管家,村子的环境也是杠杠的,青山绿水,绿树成印,各种运动设施一应俱全, 医疗条件都是顶级,里面的医生更是位技术大牛,别看她年轻,在全国都是一顶一的存在,院长派蒂自豪地向莉莉介绍着疗养院,她说住在这的都是55岁以上的顶级富豪,像莉莉这种60多的,就算是小年轻了,人美心善,肯定能交上很多朋友,第二天,60多岁的莉莉便从瑜伽课,开始一天朴实无华的生活,这里的老太太虽然都七老八十,但做起高难度瑜伽动作,简直是张飞吃豆芽,小菜一碟,而最年轻的莉莉就显得有些老太� 在这里生活,每天的任务就是吃喝玩乐,老太太们一个个神采意义,荣光焕发,他们的话题不是什么孙子孙女,公园相亲角,而是美容美发,拉皮瘦脸,莉莉还发现这些老太太会吃一种黄色胶囊,她也不好多问,猜测是保健品之内的东西,晚上回家,80岁的丈夫查理突发心脏病倒地,莉莉拉下紧急开关,给丈夫做心肺复苏,并大喊黑人管家过来帮忙,可是管家却坐在房间里无动于衷,拿着家人的照片在默默抽起,好在救护车及时赶到,查理才捡 回一条命,这一夜之后,黑人管家突然凭空消失了,换了一位新管家,莉莉好奇地向工作人员询问,可所有人似乎都在刻意回避,疗养院里难道有什么秘密,查理表示也许是那晚黑人管家见死不救,因为不趁值被辞退了,莉莉也就没有多怀疑,手术过后,查理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,身体状况越来越好,比之前更加有活力,腰不酸,腿不疼,吃妈妈香,活脱脱一个80岁的小伙子,甚至还能重新燃起激情,让妻子找回青春的感觉,事后再溜上几 圈马,简直是老当义壮,但是莉莉发现原本健康的餐厅服务员反常的可可不停,丈夫也开始服用那种黄色药丸,这个60岁女人竟然怀孕了,更离奇的是她的丈夫已经80岁高龄,自从她们住进顶级疗养院后,身体机能逐渐恢复,但是丈夫查理的脾气却愈发暴躁,行为举止也变得鲁莽,这让妻子莉莉心中感到不安,于是她找到医生咨询,医生表示这只是药物的副作用,只要调整一下剂量就会好起来,为了让她彻底放心 医生带莉莉参观了医院的实验室,里面培育了各种植物,医生介绍,黄色药丸便是由他们制作而成,纯天然无污染,绿色有机,可以放心使用,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是无家可归的难民,是医生收留了他们,不仅可以为科研做贡献,还解决了他们的就业问题,简直是一举两得,见医生如此率真,莉莉渐渐打消了疑虑,参观完后,医生还给莉莉开了一副药,可以重新,焕发青春,跟上80岁老公的步伐,有了好东西,莉莉第一个 想到的就是年迈的父亲,父亲住在一个普通的养老院,她带上永生村的保健品前去看望,希望这些药能够对父亲有所帮助,在这,莉莉遇到了一个奇怪的老太太,满头银发,步履蹒跚,看上去得有百来岁,听说莉莉住在永生村,于是来向她打听一个叫派蒂的女人,本以为派蒂是她女儿,可没想到,莉莉脑子里冒出一百个问号,一脸的难以置信,不久之后,养老院那边传来噩号,父亲还是去世了,一名好心的护工告诉莉莉,有人偷吃了她父亲的� 黄色胶囊,这药是抑制免疫反应的药物,用于针对多发性硬化症或器官移植,根本不会给这里的老人开这种药,一旦不小心感染,就会一命呜呼,而这黄色胶囊正是莉莉从永生村带给父亲的,处理完父亲的后事,回到永生村的她心事重重,茶饭不思,在party上也是闷闷不乐,突然眼前一黑,晕倒在地,再次醒来已经躺在病床上,医生告诉她,只是盲长言,手术很成功,很快就能康复出院,而且还有一个小小的惊喜,早已过生育年纪的老夫妻 竟然有了爱情的结晶,女人觉得这一切太诡异了,自己和丈夫加起来都快150了,还能怀孕,医生却解释这是因为吃了她的保健品,高龄受孕也不是不可能,尽管如此,莉莉还是感觉事情太蹊跷,在一次复查中,她发现之前和自己聊得来的护士也神秘失踪了,于是她溜进医院打探情况,不看不知道,一看吓一跳,莉莉意外发现之前带自己参观的院长派蒂,竟然已经120岁,可她看上去依旧精神焕发,活力四射,莉莉感觉自己的世界观都崩了,赶紧将这件事告诉 可丈夫却让她不要多虑,这和咱们没有关系,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养胎,还叫来医生给她做了一套检查,晚上,丈夫与前妻生的儿子打来电话,告诉莉莉,她的继承权被剥夺,三个月前,丈夫就把遗嘱继承人改成了她肚中的孩子,而那时候莉莉根本还没有怀孕,也就是说丈夫提前就知道她会怀孕,事情愈发的诡异,于是莉莉来到医院寻求真相,医生也不再隐瞒,将永生村的秘密全盘拖出,原来医院通过器官移植,将年轻人健康的器 移植给这里的老人,老人们便可以无限延长寿命,她丈夫查理的心脏便是从之前的黑人管家身上移植的,而她之所以能怀孕也是因为患上了年轻护士的子宫,而这些都是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进行的,黑人管家和年轻护士都是因为家庭困难,不得已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钱财,直到真相后,莉莉表示无法接受,决定离开永生村,几年后,莉莉的女儿渐渐长大,却患上了白血病,就算患上骨髓也只能多活一年,毫无办法的莉莉选择再一次回到永生 为了孩子,她最终还是选择与邪恶做交易,影片中,富人对生命的欲望和穷人对生活的无奈不断碰撞,不禁让我们思考人的生命是否生来就平等,假如真有这样的机会,你又会怎样选择?好了,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,别忘了给我们点个支持,咱们下期再见